福州人的压岁钱 压岁钱,就是过春节时长辈发给未成年晚辈的见面里 在福州,这种活动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,到正月十五结束 有幸享受这种待遇的大约是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,福州救赎 孩子到了十六岁,就是成年人 给晚辈发压岁钱者,首属爷爷奶奶,外公外婆,舅舅舅妈 姑妈姑爹,次责伯伯伯母,叔叔婶婶等 此外,凡辈份比你大的都可以发 到了春节,大人带着孩子四处拜年 哪怕是压压学语的孩子,也让他学会拜年拜年,每举也要钱的歌谣 一个春节下来,孩子们收益不少 压岁钱传统习俗流传至今,自有其流传的道理,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 至少他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每逢新春佳节,让晚辈向长辈道一生拜年,新年好 狄亲的长辈也用其特殊的方式,发红包 谁也没有在意红包大小,来表达对晚辈的一片爱心 在美国,每逢传统过年,多数人都有发红包 也不是传统中的那种压碎钱的概念了 红包从一美元两美元或更多,大人小孩,朋友家人都可以给 红包是给对方美好的祝福和寓意,而不在乎红包内的钱多钱少